目前全国大约有三万五千名建教生 他们的运作模式基本上是三个月在学校念书 三个月在职场实习 然后交互轮替 既可以拿到高职的学历又有工作薪水 理论上对弱势的学生是很有帮助 但缺点是建教生并不是正式的劳工 缺乏完整的保障 使得他们也很容易在职场上受到不合理的对待 用餐时间特别忙碌 戴着牙套的林同学和其他同事一样 一边忙着收拾碗筷 一边保持开朗笑容招呼客人 他今年高三是轮调式建教合作班的学生 虽然每年有一半时间在这间火锅店实习 另一半时间回学校读书 三年来从没放过寒暑假 不过既能拿到高职学历 又能赚钱培养社会经验 让他觉得很值得 在学校可能是读书本上面的层面的东西 那出来的话可能接触到比较多 包含客人工作的一些东西 我就学习大海蛮多东西 像林同学一样 就读轮调式建教合作班的学生 全国大约有三万五千人 由于他们不用缴学费 实习期间又可以领生活津贴 以高雄市的建教生而言 每个月至少有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元 吸引不少家境比较困难的学生就读 有些厂商基于人事成本便宜 也禁用大量建教生 但是学生不是正式劳工 又依赖厂商教导技术 遇到不合理的对待很难据理力争 连续多年协助高雄市教育局 进行建教合作厂商评鉴的三性高商发现 不同产业对建教生劳动权益的保障 有很大的差别 美法美容这一部分 这部分是有高度的技术性的 那有些行业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技术 它就是可有可无 那这个需要学校有耐心的跟他们沟通 根据规定 厂商要为建教生提供劳保和团保 加班也必须要付加班费或给予补修 不过相关法令并不完善 目前除了透过定期评鉴和不定期抽查 淘汰不良厂商之外 教育部也考虑另外立法 保障建教生的劳动权益 记者中文陈显坤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